这里我要讲一下就是我上次演讲以后这个文字资料到处在传 我现在要求大家就是这个文字资料啊 在经过我审核之前不要到处乱传 因为有很多我讲话的口语是有很多经常会有口误的 是吧 而且那个那个即使没有口误 把它整理成文字也会发生一些错误 那么我不希望这些错误被到处扩散 但是当然了帮我整理文字我都很感谢 整理的文字最好直接发给我 或者说交给群主由群主转给我 不要直接就拿去转发 那么我会经过审核以后 是吧就呃我会呃经过审核以后呃让朋友拿去呃去去去对外公布的呃 大家好呃感谢大家来参加我们今天呃又一次开始的交流呃 我们今天要谈的是古代和现代的选举 那么这个题目呢的确是呃就像黄绿在我报了这个题目以后 他呃在群里提和今年2024年是选举之年呃有关系啊 从这个刚刚过去的这个弯弯的首选开始到美丽国大统领选举啊 在年底 全球按照现在有人统计有76个国家和地区举行大选 有一百多场选举活动 覆盖了41点41点7亿的人口 那么因此关于选举的前世今生呃值得我们来做一次梳理 那么首先我要讲啊选举这不仅是一个古汉语的词 而且还是一个常用词 大家知道明清时代中国逐渐形成一个惯例 大约每60年一次就要修地方制啊 那个时候从省制辅制州制县制一直到乡啊 那个相处制啊 各个地方这个应该说是我们从明清时代开始逐渐定型的啊 唐代有图经啊 宋代就有方治这个名称啊 唐宋就有方治这个名称到了明代啊 方治修转大概都有了一定的体力啊 有了一定的年限 那么每60年修一次地方制 各籍各地的每一本地方制 绝大多数都有一个选举制 实际上这个选举制 记载的是当地的科举功名录 不仅包括有史可考的立科的举人近视 还包括共生兼生 小地方 还要写上另生同生 啊 实际上就是因为那个时代 呃 那个官办教育 是呃 有很多的限制啊 属于今天所谓的精英教育 不是人人都可以 呃 进去的啊 所以呃 进学校就要考试 考进去的就是所谓的同生 实际上就是所谓的秀才 呃 今天我们看起来 你只不过是一个 县中学的学生 呃 没什么了不起 但是那个时候呃 就是科举的最基本的功名了 所谓的秀才 那么除了方志以外 中国一些族谱也有选举栏目 记载本族的科举功名 总之这里讲的选举其实就是科举的别称 所以 何怀宏先生 曾经啊 在二十多年以前曾经写过一本大作叫做选举社会 这本书开中民意的就指出 这个选举不是现代的民主选举 他所讲的中国古代的选举社会 其实就是科举社会 但是这就产生一个问题 何先生并没有讲 为什么到了近现代 选举这个词 却被用来翻译西语的election 而与所谓的科举考试 不再相干了呢 甚至现在已经有人 比如说很著名的所谓的杨儒家 那个丹尼尔贝尔先生 就是贝旦宁先生 他最近有个很著名的观点 就是那个所谓的 科举胜过选举 他认为选举选不出贤能 而科举可以考得出贤能 那么在他的这个书中 当然也是翻译成中文了 翻译成中文以后 选举和科举就是对立的 但是有一个现象很奇怪 其实到了 其实在古代 选举这个词指的就是科举 但是到了现在 选举这个词就与科举无关了 甚至在贝旦宁先生看起来是对立的 这个选举就是election 那么这是为什么呢 当然在我看来更重要的是 何先生也没有讲 选举这个概念 虽然被官方用来指科举 但是在儒学传统中啊 这个词 却长期被用来抨击科举 当然在这个抨击中啊 科举一般不被叫做选举的 是吧 作为选举对立面的那个科举 有的叫对立迹 有的叫治科 总而言之 在这些辱者看来是很糟糕的一种 一种做法 是吧 我们可以简单的讲就是 科举坏 选举好 当然这个选举不一定是 不是当代的这个elektion 但是它也不是科举 是吧 在他们看来科举很坏 坏就在于 他败坏了选举 那么官方把科举称为选举 在他们看来是挂羊头卖狗肉 败坏圣人之道 那么这也就不难理解 何先生没有讲的这个问题 实际上从这里就可以 我们推出一个答案 正是因为 传统的这些儒者 认为所谓的科举不是选举 或者说是一种挂羊头卖狗肉的东西 那么他们一旦知道了来自西方的election 很快就用选举这个词来翻译它 而且从此以后就再也不把科举 再也不把科举叫做选举了 那么这就引起了几个问题 关于这个我曾经给大家讲过一个故事 就是实际上在西方的汉学教育中 科举称是非常热门的一个教育和研究中 科举称是一个非常热门的一个题目 西方人往往是对科举称中的所谓的社会流动性非常感兴趣 有的说科举字好好就好在流动性强 有的说科举字不好不好就不好在 它的流动性不像有人想的那么强 那么这个就产生一个问题 很多人都没有想几个非常简单的疑问 我以前也提过 这有四个疑问 第一 大家都知道科举之下要取得进京赶考的资格 先要通过省里的一级考试 这级考试叫什么呢 当年我在这个哈佛的一个博士生讨论 关于科举的讨论中就问了这么一个问题 是吧 那么这些人 这些考试 他们这些博士 他们当时都是研究科举的 当然这难不倒他们 他们说这叫乡士 但为什么叫乡士呢 乡士为什么不在乡里举行 而要到省里来考呢 或者说省里的考试 为什么不叫省士 而叫乡士呢 是吧 这个问题 那么第二个问题就是 乡士考取 你就得到了什么身份呢 这个也是大家都知道的一个常识 是吧 那就是乡士考中了 你就是举人 但是我当时问 为什么叫举人呢 这个问题就很少有人 那个 想过 是吧 那么大家知道 你一旦中了举 在旧时代 有人就会给你写各种各样的贺信 这些贺信 会讲什么呢 会讲恭喜你考上了举人吗 是吧 你这么说就是没有文化的人 这是大白话 那么他们一定要文周周的说 恭喜你 容刀相见 得见相书 云云 因此 有举人功名的人就被称为 叫做 剑身 大家知道这个举和剑啊 至今 在汉语中也是一个同义词 就是举剑 或者叫做剑举 举人就是被推荐上去的人 谁推荐呢 就是相礼相亲 是吧 相礼相亲 把你推荐上去 或者说叫做举剑上去 那你就是举人 是吧 所以你是容刀相见 你得到了相礼的推荐 得见相书 是吧 就是相礼 出具一个证明书 说你是他们推荐的 但是大家想想 这不是很荒唐吗 在真正的科举之下 考没考中举人 和乡亲们 有什么关系呢 举人真的是 乡亲们 举剑上去的人吗 明明是自己 个人身份 到省里 直接接受 朝廷的考试 考中的 不是乡里 把你选上去的 为什么你却要被说成 是乡亲们 推荐的呢 为什么不把你叫做考人 试人 是吧 因为你是考试出来的吗 而要叫做举人呢 是吧 那么下一个问题就是 我们大家都知道 这个古代的举人啊 一个比较文雅的说法 就叫做笑脸 假如你在乡间 发现一块古碑 叫做什么 笑脸 张公之墓 那这个笑脸 张公是什么人呢 你稍微 懂得一些常识 就会知道 所谓的笑脸 张公就是 一个张性的 举人 这个概念 就是从汉代的 所谓举笑脸 产生的 是吧 汉代有所谓的举笑脸 就是在 基层 乡里 把你作为道德模范 推举出来 或者说选举出来 是吧 那么这就叫做举笑脸 举笑脸 也就是举人的本意 是吧 这个本意就是 你乡里 推举上来的 或者说是 举荐上来的 道德模范 你很 孝顺父母 很公正 联名 是吧 那么 人家把你推 举出来 你就是举人 但问题在于 科举考试 明明白白的 就是以文词 取试 以文词取试 你能知道 他是 孝 他是不是孝 是不是联吗 以文词取试 你能判断他的道德水平吗 是吧 以上几个问题 明明是朝廷在审里考试 为什么说是乡试呢 明明是对个人的考试 为什么说是乡里推荐呢 明明是考试 为什么说是见举呢 明明是笔试文词 为什么却说是举校联呢 这显然是挂羊头卖狗肉嘛 那么无怪乎 当然一直就有人骂了 那么因此也就可以解释一个 我刚才讲的那个问题 很多人都认为 科举就不是选举 而选举是一种很美好的东西 但是近代中国国门一开 很多斯大夫一看西方的 Election 马上就认为这是一种美好的东西 而且顺理成章就联想到中国 古以有之的那一个事物 也就是据说 古如理想中 三代圣 相举离选 是吧 讲的简单一点 选举就是相举离选的简称 那就无怪乎 他们马上说 Election 就是选举 而且这是一种三代 中国三代本来有的一种东西 是吧 就像大家可能都知道的 徐继瑜的那句名言 说米利坚 就是美国 米利坚推举之法 己于天下为公 庆庆乎三代之一 那么中国三代 按照他们的说法就有了这个东西 可惜在中国的情字下却被败坏了 那么后来这些士太夫 也都用相举离选 或者说是选举而建 就是在乡里 按照大家都公认的道德标准 我们来选出一些人 来把它推举上去 这就是所谓的选举 或者叫做相举离选 他们就很自然的用这种概念来套 西方的民主制 我曾经提到过 最早的时候 他们把选举产生的议员 叫做相生 把民选的议会 叫做相生房 是吧 现在我们研究社会史的人都说啊 明清以来中国的农村是相生治理的 但是这个相生呢 实际上 在很多辱者看来那是假的 是吧 谭词同就讲得很清楚 中国没有相生 只有相怨 相怨是很糟糕的 就是御用门人 就是马屁精 那么相生在哪里呢 相生 在选举制的西方 选举产生的议员就是相生 民选的议会 最早的时候 有一个议仪 就叫相生房 当然还有个英语 叫做巴利门 就是パリマ 巴利门是什么呢 就是按照他们的说法 就是相举离选产生一些老百姓推举出来的人 呆在一个地方议论国事 这个地方就叫相生房 按照他们的说法 中国上古三代就有这一套 用薛福成的说法叫 此皆今日 此皆今之民主归末业 在秦始皇以力争经营而得天下 由是君权益重 则全乎为君主义 是吧 这种相生房 这种选举 是民主 按照他们的说法 中国以前是有的 但是秦始皇把这些破坏了 秦始皇是靠 暴力 夺得天下的 以力争经营而得天下 所以秦汉以后 就没有这个东西 那么他们一旦看到 西方的election 我曾经提到过很多人 我这里就不一一列举了 从徐继瑜 那个那个马建宗 薛福成 和李源 是吧 等等等等 王涛 那个那个包括太平天国的 红人干 等等等等 当然最早的时候 没有固定的用选举 来自现在的投票选举 一人一票的那种选举 早期的时候 他们有的用推举 就像我前面讲的 那个徐继瑜那样 有的用公举 就像魏元 是这么说的 有的用选举 就像那个何启 狐狸元 他们很早就用这个词 那么后来固定的 到了 那个戊戌以后 就相当固定的 就用选举这个词来 指投票选举了 那么为什么固定呢 这和受日本的影响有关 我们以前也讲过 近代中国的这种 社会 那个社会政治的术语 甚至人文的术语 包括现在我们用的非常烂的 认为这都是 意识形态用语的 什么干部了 群众了 政治了 组织了 觉悟了等等 这一类汉词都是明治维新以后 日本人对西学的 翻译 而后传入中国的 那么选举这个词 也不例外 早在明治元年 是吧 就是1868年 日本出了一部 御用词书 就是天皇编出来 给皇家用的 就是官方用语了 这本词书叫 心令字解 这个 这本书中就有选举这个词 那么选举 它被解释为 从分散的听 大家知道 日本有一个基层社区 是吧 现在 研究日本的学者 把他们古代的这个听啊 就是 大家知道 现在的日本最基层的 一个组织叫做四听村 其中听是个古以有之的 那个名词 一个田子旁 一个丁 这是来到日本的人都知道的 那么听就是 现在日本的学者 都把它叫做日本传统的共同体 用我的话讲 叫小共同体 选举这个词在心令字解中的解释 就是从分散的听中选出一些人 而什么叫做从分散的听中选出一些人 这就不是在省里进行考试了 因为日本也没有这个科举制度 是吧 大家知道明治为行 以前日本是封建制 他不是寝制 所以他也没有科举制度 那么他讲的这个选举 从分散的听中 推举出一些人 他的语言 其实就是来自中国古代的相举离选 这是一些日本学者也指出的 那么中国当时 有人直接早在日本人之前就用选举 但是也有一些人用公举 这个公举这个词也很有意思 是吧 一些研究者已经指出 那个时候他们把election叫做公举 以公举区别于科举 本身就是 本身就是基于儒家天下为公之一 公举一词 成功的树立了西式选举 公平公正的形象 而科举就失去了这个形象 所以讲的简单点 科举不是工举 不符合天下为公之一 而election 他们在西方看到的那个一人一票的 election 才是所谓的工具 那么你可以看到 无论是在中国 还是在深受古代中国文化影响的日本 反映民意的选举 当时都让人直觉的想到 古儒的相举离选的理想 这个理想其实一直存在 但是在儒表法里的灿堂以下 很多事情都是挂儒家的羊头 卖法家的狗肉 说的是孔孟之道 做的是淫正商鞅之术 而科举制度就是儒表法里的一大发明 前面已经提到 他的一整套名词都来自古儒充景的相举离选 为什么叫举人 为什么叫相似 为什么叫笑脸 都是从这个概念来的 但是内涵却完全相反了 我前面讲到过的 朝廷主办的省理的省城的考试 不叫省市叫相似 明明是原子化的个人 直接面对朝廷的挑选 却要说是相见 明明是以文词之功考取 却要说是被乡亲们推荐出来 明明是自力测验挑选英雄 却谎称是通过民意推取的道德模范 就是所谓的笑脸 那么无怪乎那些当真的儒德 而不是演戏作态 而是真正主张相举离选的一些人 最典型的就是 圆明以后 他的画成了科举的题库 成了科举的标准答案库 也成了当时考试的文字游戏 就是八古文的取材 对那个大鲁朱熹 是吧 朱熹一般被认为是 科举制度的标准 他的四书章句 就是在明清两代 就是我前面讲了 是题库是标准答案 是那个那个 但是恰恰是科举 但是恰恰是朱熹 对这种挂羊头卖狗肉的把戏 非常不满 我曾经科举的很多 朱熹的很多骂科举的话 朱熹本人 他是有资格这么骂的 因为朱熹本人就是科举的既得利益人 他十九岁就中了近视 是一个非常杰出的科举产生的一个人 但是正是因为他是科举出来的 所以他深知科举之弊 所以他讲过很多骂科举的话 他曾经说过 以前我也引过 他说你们都说 我们南宋要北伐中原 他说你搞的这个科举 你能北伐中原吗 你考出来的人都是一些官迷 财迷 根本不把道德当作一回事 也没有真才实学 也就是说既不 也不能 他就讲了一句挖苦的话 他说你要北伐中原 除非三十年不搞科举 还有可能 那么他在另外一些文章中 还系统的讲过 他认为的 中国这个 挑选人才的这些 这个历史 是吧 他说 古者学校选举之法 始于乡党而达于国都 他说古代的 这个选举 就是从乡里开始的 不是在省里的 那么这个选举是 交之以德行道义而兴起贤者能者 请注意他这里出现了贤者能者 也就是现在有些人讲的贤能政治 今天有些人公然说 科举考试就是贤能政治 可是朱熹就明的讲了 他说科举之前的古者 也就是西州时代的相举离选 才是兴其贤者能者 他说现在就不是了 是吧 他说 虽有经之违法不然 虽有相举 而取人之额不均 又是太学利幼之徒 奸侍朝侍复世 扎帽子竭尽 以起其奔屈流浪之意 是吧 他说今天的科举啊 就是教人 学坏 教人脱离 乡里的道德 教人 是吧 利幼之徒 其所以教者既不本于德行之实 而所谓义者又皆无用之空言 这个又是在贤和能这两方面都批评的 他说你这个科举啊 你教不是教的德啊 也就是不是教的贤 而你这个所谓义啊 就是科举做文章的那一套学问 又都是无用之空言 也就是说对于治国来讲是无能的啊 就是既不贤又不能 他说现在已经是治于圣弊啊 已经是糟糕到了极点 而义者不知病原之所在 凡以成事文字之不公为患 以义其弊 那么科举产生的弊病到底在什么地方呢 现在的一些人啊 他当然指的是那个朝廷上得势的那些人 认为呀 这个科举考试之所以有弊病 是因为这个形式主义还是不够 就是那个科举还是会产生那种 见仁见智的不够标准 是吧 就是那个答案 没有完全标准化 是吧 会有一些见仁见智 所以就可能产生我后面讲的那些弊病 就是那个 左派考官可能会录取左派考生 右派考官可能会录取右派考生 是吧 没有公认的标准 那么一定要形式化 就是成事文字之不公为患 朱熹说 这样来改进科举 只能越改进越坏 就是以义其弊 其实朱熹不幸言重了 后来从宋元到明清 科举逐渐策论战的比重越来越小 把子成为主要的得分点 那就是以成事文字不公为患 越变越患 是吧 朱熹在南宋就已经讲了 实际上 科举就是 是按照他讲的越来越坏的这个途径发展下去的 那么他说为什么科举很坏呢 他说 这个教人 人才主要是要看道德 德行之于人大义 故古之教者莫不以事为先 他说 所以西州 就是成州 要用相举离选来选人 至于成州 至于成州而法使大辈 顾其人才之圣风俗之美 后世莫能及之 说西州是最好的 这当然我们都听惯了 这是儒家的那个老套话 是吧 儒家在讲现在不好的时候 他们总是要说 三代最好 而三代的 极大成者就是西州 州公 那是圣人 是吧 他把三代的美德基于 那个搞到极端 那就是最好的 人才之圣 风俗之美 后世莫能及之 他说 看出 就 比较糟糕了 但是尚有疑法 这个疑法是什么呢 其选举之目 必以进掌上顺香理 俗正教 出入不被所闻 为称手 这实际 我前面讲的那个 所谓的举孝莲了 那么举孝莲 现在我们说 他有很多弊病 很虚伪 什么举孝莲 复别居 这是在东汉就有的说法 但是朱熹 他认为 这个 虽然这个汉代 这个制度开始败坏 但还是有 西州的这些 好处的 甚至在他看来 魏晋以后就 更加糟糕了 魏晋以来 虽不几股 但是还不是最坏的 是吧 最有意思的是 这一段话 他说啊 魏晋时代的 九品中正之法 尤为尽之 就是九品中正 也糟糕 在朱熹看来 那是一代不如一代 是吧 西州 比汉 要好 汉 要比朝魏的九品中正 要好 但是即使是九品中正 在他看来 也比科举好 他说啊 极致随唐 他说九品中正之法 尤为尽之 极致随唐 谁专以文词取士 而尚德之举 不服见语 极致欲经 流弊 以及 其事 不可以 不变 是吧 他说 九品中正很糟糕 但是还不是最坏的 还有一点 三代的遗风 因为 九品中正 据说还是 推举 道德之人 但是到了隋唐 就专以文词取士 尚德之举 不服见 是吧 科举 崇尚的就不是道 崇尚的就是 文词 那么到了现在 已经是 流弊 以及 所以我们就 可以理解 一旦 人们同时面对西方的 和中国的科举考试 很快就把选举 用来指前者 甚至都 不想造一个新词 而不是用来指后者 这说明什么呢 这说明他们想象中的相举离选 虽然不能说 和 现在的 election 完全一样 但是与之相比 显然比 他们想象的选举 相举离选 与 完全不是那么回事的科举考试 要更洁净 或者说选举 竭净于 election 而科举 离选举 非常之遥有 当然这也可以理解 最起码可以说 他们看到的西方近代选举 和古如描述的 三代的相举离选 虽然一个是一人一票的 一个 没有明确的说 一人一票 而且经常在言谈中啊 是用所谓的父老相亲 实际上就是 父老代表相亲 是吧 我们通常讲的父老相亲 其实有一个 有一个 这个词本身就是有一个 不言自明的 那个判断 就是所谓相亲 就是父老 不是一人一票的相亲 那么这个 西方的近代 一人一票的选举 和古如描写的 相举离选 虽然有一些区别 但都是眼睛向下 考察 民意 或者民心 属于 古如讲的 得民心者 得天下 的办法 当然我们现在可以讲 从形式逻辑来讲 民心 是一个一个的人 组成的 民主选举 一人一票 更能准确的 而且可以量化的 显示民意 是吧 你的票多 说明你 获得的民意 更多 你获得的民意 就少 因为这里我要讲 得民心 者 得天下 你很难说 一个人是 完全得 百分之百的 民心 一个人是 民心为零 所有的人都骂他 这在现实中 是没有这样的事的 所谓的得人心者 得天下 当然就有 谁更得民心的问题 你说你得民心 我说我得民心 那么也许我们都得民心 但是得民心者 得天下 我们就要看 谁得的民心更多 那么怎么判断呢 怎么量化呢 那当然就是 一人一票 是吧 用我们的一个朋友说 那就是属人头 而不是砍人头 民主选举是 一人一票 更准确的显示民意 而相距离选 则往往是通过 所谓德高望重的 富老奇俗的举荐 来反映民意 但是我们也知道啊 在小共同体的熟人社会中 也就是所谓相礼中 父老和相亲 通常就被当成是一回事 也就是父老相亲 这两者的相关性 还是非常明显的 这和秦制的 天高皇帝远 明少相公多 是完全不同的 是吧 这个所谓的相公 当然就不是父老了 啊 那么他和相亲的关系 也非常之 甚至是对立的 是吧 我们知道秦制 还专门要夸张 这种对立 这就是 秦制是专门禁止 相相礼相亲 来治理本乡本土 因为回避制 就是这个意思嘛 本地人不能在本地 当官的 那么在小共同体的熟人 社会中 父老和相亲 通常被当做一回事 就是父老相亲 这两者的相关性 还是很明显的 所以 父老的推举 也被认为是相亲的推举 他和一人一票 可能相比没有那么准确 但是高度相关 但是科举就完全不同了 科举是典型的 智力游戏 或者是智商测试 皇上用他来挑选爪牙 这和民意民心是毫无 那么说到这里 我就插进了一个话题 我们经常讲传统如何如何 传统是不是有利于现代化 传统是不是有利于 那个民主转型 那么什么是传统呢 是吧 我们当然可以说 第一 传统横向而言是多元的 不仅儒家是传统 法家是传统 是吧 儒法道阳墨法乌 乃至 饮车卖浆衣食住行 我们都可以叫做传统 那么众向而言 它是可变的 从养勺龙山 到周秦汉堂 到近代文革改革 不一而足 传统并不神秘 也不是只有专家可以谈 我们都在传统中 受传统的制约 但是也创造 改变着传统 而且更重要的是 传统有应然和实然之分 什么叫做传统呢 我们的祖先都希望如何如何 这是一种传统 但是我们祖先面对的现实 如何如何 它也是一种传统 而且这两种东西往往是对立的 比方说就以史学而论 我们都知道现在中国 如果你要讲史学史的话 最基本的一个说法就是 中国史学有一个传统价值观 所谓价值观就是应该怎么样 应该怎么样 就是所谓的 丙逼直书 以史为鉴 是吧 写历史 就是要实事求是 绝不 听 指挥 绝不听皇上的指挥 全臣的指挥 是吧 统治者要你怎么写 你就怎么写 这是 败坏的 是吧 那么中国传统史学推崇的标本 那就是后来文天祥讲的 再齐太史简 再进董胡比 是吧 我据实而写 写的 统治者不高兴把我杀了 杀了 继承者照样这么写 你再杀 他还这么写 是吧 冒着生命危险 不屈服于统治者的因为 要写出真实的历史 就是所谓的 饼鼻鼻直书 文天祥说 这是天地正气 是吧 中国的历史 传统的价值观 就是讲这个 但是很可惜 价值观 只是应染 并不是实染 进入专治时代以后 饼鼻直书 就只是 虽不能治 心想往治 是吧 所谓的高山扬子 虽不能治 心想往治 很多人还是把这个作为理想 但理想毕竟不是 理想毕竟不是现实 这就像我前面讲的 得明心者得天下 这也是 应染 是吧 中国的 这是一句俗话 得明心者得天下 而且这个概 这个观念起源很早 是吧 有人说 从西周就开始有了 是吧 什么天听自我明听 天是自我天 自我明是 是吧 顺天应人 顺天应名 其实 都是得明心者得天下的意思 传统的 我们 这祖先认为 是吧 得天下的人 应该是得明心的 但其实是什么呢 实际上的现实是 枪杆子里面出政权 皇帝者为兵强 马撞者 中国古代有很多人就明确讲 什么人能够当皇帝 拳头最硬的 武力最强的人 南北朝时代 那句话 就是所谓的 皇帝者 为兵强 马撞者为子 五代的王剑 说提三此剑 画家为国 还有所谓的 马上得天下 提三此剑 画家为国 就是 我这个江山 是我用宝剑 打出来的 不是凭民心 得到的 所谓的马上得天下 那当然就更是这个意思 清初的吕留良 讲的就更有意思了 他说得民心的 有道德者 应该做皇帝 他说比如 春秋时代的皇帝 就应该是孔子 战国时代的皇帝 就应该是孟子 是吧 那个汉代的皇帝 就应该是董宗书 这个 这个 那个那个 宋代的皇帝 就应该是 成一成好 朱熹这些人 是吧 他说 但是实际上 都不是 真正能够做皇帝的是 世路上之英雄 是吧 我前面已经讲过 我以前曾经讲过 古汉语中的英雄 其实就是 萧雄 奸雄的意思 实际上就是 他强盗 是吧 他说这个 本来应该是 有道德的人 做皇帝 结果都被这些强盗 抢去了 说是世路上之英雄 懂得什么 做皇帝 是吧 皇帝应该是 有道德的人做的 而不应该是那些 拳头硬的强盗 做的 那么这里我们就可以讲 谁说中国文化 不向往民主呢 谁说中国文化 不反对专制呢 是吧 所以我在 那本被禁的走出地址里 地址里头就讲了嘛 晚清的官吏一道西方 假如说他是写日记 而不是上朝堂的话 是吧 他往往就会说 这里真的是 得民心者 得天下 而我们 却做不到 政治是这样 史学也是一样 禀鼻直书 需要言论自由 专制之下 你做得到吗 那么最典型的就是 中国古代所谓的正史 也就是二十四史 我们除了 我们知道除了开篇的史记 司马迁写到本朝 他是本朝人写本朝事 当然不是专门写本朝事 是吧 史记是通死 从三皇五帝 一直写到汉五帝 是吧 一直写到 司马迁所 碰到的金上 是吧 只有司马迁 敢说 太祖刘邦是一个无奈 而金上有很多 失德之处 结果他人 遭到功行大辱 生不如死 而他的书 却是所谓 前无古人 后无来者 成为 史家的绝唱 那么他以后 所有的二十三史 都是后朝人写 前朝史 再也没有 本朝人写 本朝史 其实倒也不是 没有 只是那些歌功 颂德的宣传品 一旦改朝换代 就成为垃圾 能够被后者 能够被后世认可 而流传下来的 史前以后 竟没有一本 是吧 后来的二十三史 都是 本朝灭亡以后 有后代的人写的 那么这么一来 本朝人 不写 本朝史 当代人 不写 当代史 就成了 传统史学的 事实特点 传统史学 明摆着就是 当代人 不写 当代史 或者说 当代人 写的当代史 就流传不下去 因为都是些 宣传品 这是事实 那么 丙敌直书 是不是传统呢 当然也是 这是一种价值观 就是应该如何 我们可以说 任何一个传统中 价值观 和客观事实 之间的张力 就是 现代化的动力 是吧 从本朝人 不写本朝史 因为你不是 丙敌直书嘛 倒变成 言论自由基础上的 丙敌直书 这两者之间的张力 就是历史学 现代化的 动力 是吧 因为我们知道 只是指出 价值观上 有什么东西 没有什么东西 其实是很难说的 也没有什么用的 因为价值观 只是说 应该如何 他并不解决 能够如何 而我们要追求的 不仅是 应然 而且要 化应然为 慈然 如果仅仅就 价值观而言 我不认为 中国和西方 到底有多少 汉格的地方 其实啊 现在很多人都 我们要从经典中 推出这个 中西文化的区别 比如说圣经 和儒家的 十三经 论语 有什么什么什么区别 当然 有些人想从 论语或者 十三经中 推出 所谓的 自由民主 什么 儒家宪政 等等等等 这种推啊 老实说 就算你能够 推得出来 也是非常之 勉强的 要通过 很多很多的 逻辑环节 但是反过来 我们想 从圣经中 推出 自由民主 难道 不是也要 辗转的 经过 无数的 逻辑环节吗 圣经中 有三权分立吗 圣经中 有民主 是吧 我们很多人 一定要从 圣经中 推出 只有 基督教文明 能够搞 民主 是吧 他们往往会说 你看圣经 有一个原罪 是吧 那么凡是 所有的人 都是有原罪的 那么 因此 这就是 在上帝面前 人人是平等的 那么 既然上帝面前 人人平等的 那么 统治者 当然就没有 绝对的权威 是吧 如此等等 最后就推出 一套东西 这些推理 有没有 道理呢 其实我们要讲 每一种推理 可能 都是 能够推出来的 但是都是有 多种推理的 可能的 是吧 比如说 你说 人们都是 有原罪的 那么你可以 推出 统治者 也是有原罪的 因此 他的 权力 应该受到限制 这的确是 可以这么推 但是你也可以 推出 老百姓 都是有原罪的 所以需要 有人代表 上帝去 管教他们 是吧 性恶论 难道不能成为 专制的理由吗 是吧 我们有些朋友 从西方性恶论 与近代民主制度 的联系 居然就推出了 一切性恶论 好像都比性善论 要强 这个观点 我觉得是完全不对的 是吧 我们有一位朋友 就说 法家 虽然主张专制 有很多很多的缺点 他也承认 但是法家 主张性恶论 是吧 他说性恶论 就有某种某种 进步 是吧 这个明显是不对的 从原罪 从性恶论 可以推出 统治者性恶 也可以推出 老百姓性恶 那么我讲的 任何一个逻辑环节 都是这样的 那么如果你从 逻辑环节 不断的推理 这就像我讲的 因果环节的 不断的推理一样 最后 你就把它 稀释得 几乎没有意义了 是吧 你要从原罪 推出民主政治 不是不可以 但是说实在的 太勉强了 这也就是因为 这也就是为什么 信仰基督教的 信仰基督教的民族之多 人 历史之长 是吧 从罗马帝国后期 一直到今天 从欧美 一直到亚非拉 基督教是今天世界的第一大宗教 但是民主制度 只是在一部分国家 历史也不长 而且很多没有基督教的地方 比如像古希腊 他也有民主 是吧 也就是说像 如果我们从经典中 去推出现代的东西 其实往往很勉强 为什么勉强呢 很简单 因为经典 总是圣人定的 而圣人 的理想 往往都有 极致的 极而言之的特点 凡是极而言之的东西 第一 他往往是 这个和那个讲的 肯定是不一样的 是吧 第二就是极而言之的事情 也很难实现 实际上 现在 民主制度 宪政制度 自由制度 人权制度 他的特征 恰恰是一种 底线的制度 他并不要求你们 每个人都成为圣人 那么这种底线的东西啊 你不是说圣人 他就不同意 但是很可能 圣人就认为 这些话 不值得他讲 是吧 因为道理太浅显了 是吧 每个老百姓 都有这样的想法 那何必要圣人呢 是吧 所以有的时候我想啊 你真的要去讲传统 你就不如用 民俗 谚语 老百姓都懂得的那些话 来推 是吧 我就曾经讲过 如果我们从 王子犯法 与庶民同罪 推出法制 是吧 这里我要讲啊 现在有些人 包括我们的一些朋友说 法家就是主张 王子犯法 与庶民同罪的 这完全是胡说八道 哪个法家讲过这个话 哪个法家是这么做的呢 但是中国古代的确有这个 俗语 这个俗语是老百姓讲的 老百姓讲的是 王子犯法 应该与庶民同罪 但是法家讲的不是这个 这里我还要讲一个 很简单的事实 但是被人搞得很 说法家是主张守法的 其实恰恰相反 从商鞅变法 一直到王安石变法 法家的特征就是变法 而不是守法 是吧 法家强调的就是君主意志 高于祖先之法 是吧 甚至他自己的爹定的法 他都可以不遵守 是吧 商鞅变法最有名的说法就是 是吧 法是随时而变的 是吧 王安石就讲过 祖宗之法 不足手 如果你真的要 现在有些人讲 法家是主张守法的 虽然法家定的法 和现在的法不同 法家定的法 是很专制 是恶法 但是恶法也是法呀 其实他们恰恰讲反了 儒家是主张贵族制的 贵族制 那种规则 当然不是我们今天讲的 在建立在人权平等基础上的现代法治 是吧 比如那个那个 人各亲其亲 长其长 是吧 主 附庸就是要听主人的 是吧 儿子就是要听父亲的 是吧 主人的主人就不是我的主人 等等等等 是吧 贵族 就是贵族 是吧 那个那个平民 就是平民 平民的规则不同于贵族的规则 那么这些法如果用近代的平等 人权平等的角度讲 他们都是恶法 他们都是不好的规则 可是儒家讲的 就是要 是吧 是吧 儒家捐持贵族制 其实就是所谓的 恶法 义法 但是法家呢 法家其实强调的就是 皇帝的义智 高于一切 是吧 我就是可以从一个乞丐 把一个乞丐 把一个乞丐 推到九千岁 是吧 把四四卑贱的 造高 赋予他以子路为马的权力 同时我又可以把一个贵族 以莫须有的罪名就杀掉 这是什么呢 这就是不守规矩 皇上想怎么样就怎么样 也就是可以变法 那么这才是违背法律了 是吧 那么我们讲所谓的传统 传统在什么地方呢 是吧 我们讲 有所谓的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 这是一个价值观 这不是事实 但是从这个价值观 推出法治 难道不比从十三经 或者圣经中推出法治 要更直接吗 从得民心者 得天下 推出民主 从 防民之口 胜于防川 推出言论自由 从害人之心不可有 推出尊重人权 从防人之心不可无 推出制衡权力 为什么要制衡权力呢 因为防人 防人之心不可无 是吧 哪怕你是圣人 我也是要防止你 哪怕有万分之一的可能 也会作恶 是吧 所以要制衡权力啊 这个催礼不是很简单吗 也很自然吗 是吧 再说从经济学的角度 是吧 我们的祖先早就有这个话 先小人 后君子 亲兄弟 明算账 这是什么呢 这不就可以推出所谓西方经济学的 经济人预设吗 是吧 就是我们要假设每一个人都是自私的 是吧 所以我们要制定规则 这些人不自私当然最好 但是这些人 不自私 这个规则也能运转 是吧 也就是说 我们希望大家都是 好人 善人 圣人 但是我们不能把宝压在这上头 是吧 我们只能把宝压在 规则上 是吧 这个规则就是 是吧 亲兄弟 明算账 先小人 后君子 这不就是西方经济学讲的经济人预设吗 如此等等 比如说古人讲 只非我安之我之乐 你不是我 你怎么能知道我的幸福呢 那么这就可以推出我的幸福 只有我才能才能决定 是吧 我要嫁给谁 那是我 你怎么能决定我要嫁给谁呢 我 喜欢 是吧 这个那个 是吧 你国家凭什么 把这以外的东西强加给我呢 只非我安之我之乐 从中推出个性自由和个性解放 这不是很自然吗 这种推论 我不认为有谁可以反驳 至少 这样的推理 肯定比从圣经中推出宪政 从所谓的新教伦理中 推出市场经济 从所谓的神学一元论中 推出自由民主 要顺理成章 合乎逻辑的多 但真正的问题在于什么呢 真正的问题在于 现实和价值观 不是一回事 是吧 我们刚才讲的是价值观 但是现实呢 现实不是得民心者得天下 而是君主为所欲为 庶民动则得救 不是王子犯法与庶民 同罪 那么你怎么谈得上法治呢 现实是枪杆子里面出政权 不是得民心者得天下 那怎么可能有民主呢 现实是暴君防民之口 老百姓只能道路以目 那怎么谈得上言论自由呢 你空有防人之心 你空有防人之心 但没有防人之志 是吧 你没有这个制度 来防人 那么你怎么能够自衡权力 保障人权呢 那么皇上 他说 只有他之我之乐 你之乐 乃至万民之乐 你敢反驳他吗 是吧 你说 只非我 安之我之乐 你不是我 你怎么知道 我的幸福呢 哎 可是人家皇上说 他知道 是吧 你是不是幸福 他是不是幸福 万民是不是幸福 要由他来决定 你能拿出那句话来 反驳他吗 所以我要讲啊 思想史是不能解释一切的 从应然到实然 有非常非常长的距离 中国文化是如此 西方文化 乃至任何一种文化 其实都是这样的 那么我刚才已经讲了 这个古人讲的相举离选 是吧 到了近代 他们一看 说西方 在西方看到的election 就是相举离选 而科举 和相举离选 完全是背道而驰的 那么这里头有一个问题 就是相举离选 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是吧 这里我要讲啊 相举离选 这个词 在现存的文献中 其实产生的是很晚的 是吧 明确讲到相举离选的最早 那个文献 其实是东汉的 是吧 是那个东汉初年的 汉章帝的 一篇 关于这篇造令的事 我以后再讲 我这里只是说 这个名词产生的比较晚 是秦汉时代的 但是 实际上这个名词指的这些事 很早就 有人提到过 事实上周情之际的人们都相信 古代的特点就是 人各亲其亲 长其长 他们生活在一个温情默默的 俗人社会 清源社会里头 这就是我经常讲的所谓的 小共同体本位 这个小圈子里头啊 人们尽管长幼尊备并不平等 身有所属 并不自由 但是他们是有人直接的人际交往的 你闲不闲 能不能 小圈子里头是有口碑的 那么这个口碑在什么地方能起作用呢 严格的帝制 你是不起作用的 我后面就要讲到 你乡里人的 那个那个推荐 皇帝认为 这是有利于乡里 不利于他的 而且从秦汉一直到明清 中国的帝制越来越强调 叫回避制 什么叫回避制呢 就是 要从外面派来一个人来治理 不准本地人治理本地人 那么既然是回避制 当然就没有所谓的 直接人际交往了 他有意的要调 没有直接人际交往的人 这就是所谓的相公 是吧 这个这个 明嫂相公多 一日三变大 严格的 回避制的 讲究回避制 就不可能有选举 那么严格的封建制 它是一种 直接的依附关系 是吧 我要服从我的主人 尽管 我可以不服从 我主人的主人 是吧 就是我的主人的主人 不是我的主人 但是至少 我这个主人 并不是我选的 是吧 我要服从主人 欧洲中世纪的说法 叫没有一个人 没有主人 或者说对主人来讲 没有一个人 这个这里的人指的是贵族了 没有一个贵族 没有附庸 是吧 那么贵族当然不是附庸选出来的 如果严格的封建制 当然也没有选举 但是我们知道 所谓的严格的封建制 其实很少 这个依附关系啊 它往往是 往往是在文明初显的时候 就已经开始操出 熟人的圈子 也就是说 领主并不一定直接就 认识附庸 是吧 就像 比如说孟长军 他认识毛随 是吧 他认识冯欢 但是 他领地上的每一个农民 你说他认识吗 他当然不认识的 是吧 依附关系 一旦开始 超出熟人的圈子 但是又没有发展到 天高皇帝远的时候 比如说 是吧 我的主人的主人 这个链条 只有一个 而不是 是吧 我的主人是乡长 主人的主人是县长 县县长的主人是 那个知府 知府的主人又是 就是这个当然是 郡县制的概念 如果用 如果用那个 封建制的概念 是吧 就是如果 这个 治理关系 是吧 就是那个 比如说 我是一个 我是一个领主 是吧 那么我 如果是一个很小的领主 我只有 十个八个附庸 那么也许 这些附庸 我都是认得的 我也可以直接指挥 但是如果有一百个 两百个 那我就可能 不直接认识他们了 那么我就可能要挑人去 治理他们 而这个时候 我的附庸的人数又 是吧 我还不是有一千万 两千万 甚至上亿个附庸 我只有几百个附庸 那么这几百个附庸 我也是不能太得罪他们的 是吧 就是兔子不吃窝边食嘛 我世世代代 只有这么一些人 那么我也希望 这个小共同体 有点温情默默的意思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领主就可能通过 熟人圈子里头的 口头议论 来挑人治理 这就是 那个 社会学的 这个经验社会学派 或者说叫做芝加哥学派 强调的 就是所谓的 圈子 什么叫圈子呢 就是关于一个人的口头议论 能够传多远 这个圈子就有多远 是吧 就是 直接人际关系中的议论 对每一个人是有作用的 那么 这种所谓的 直接人际关系中的 大家的议论 对你有作用 这在很多民族中 都是存在的 而且基本上都是在 封建制的 背景下 尤其是封建制 向中央集权制 过渡的那个时期 是吧 我前面已经讲了 如果是百分之百的封建制 那就是主人和附庸 是吧 主人当然不是附庸选的 但是 如果 是吧 如果主人不认识附庸 但是他的附庸又不是非常之多 是吧 他还是得珍惜他的附庸 那么这种情况就会出现 主人会挑一些 在附庸中 比较有威望的人 是吧 有道德权威的人 他们本身也是附庸中的熟人 是吧 我不认识 每一个附庸 但是这些人 跟这每一个附庸是有直接的联系的 是吧 也就是说在小共同体中 大家知道俄国中世纪的春色就有这个特点 是吧 俄国是一个贵族社会 贵族社会 它的一般的民众 是吧 在领地中 是有春色组织的 那么这个春色组织 随着俄国 变成中央集权 这个春色组织就逐渐变成 政色合一的警察室公社 是吧 这是研究春色制度的 曹维安先生 曾经讲的 他说啊 俄国的春色在近代 有两种管理方式 一种是政教合一的 警察室的公社 这种公社 老百姓的议论是不起作用的 实际上就等于是 官僚治理 是吧 上面派一个上面派官僚 可以一杆子插到底 是吧 一直到居委会 都是上面认命的 没有任何民主可言 但是实际上当时的俄国不是这样 俄国 春色治理也有另外一种方式 就是民主春色 什么叫民主春色呢 就是 春色本身是属于领主的 但是春色的治理 是吧 他还是 大家推举的人 不是领主 那个时候没有回避制 这个说法 而西欧的中古 时代 封建时代 也是这样的 是吧 大家知道 中古时代 有领主权 但是也有所谓的 春色惯例 什么叫春色惯例 春色惯例就是 要服从 春色大众的 意愿的 是吧 比如场地治 比如那个春色奋地治 是吧 你一个人不能独断专行的 是吧 要服从大家的意志 大家知道后来 一直到中世纪晚期 一直到近代早期 有了圈地运动 那这个场地治 这些春色惯例 就被打破了 但是以前是有这种惯例 是吧 也就是说 在封建制下 也就 所谓的三代 天子也好 诸侯也好 小圈子以外 的高层 所谓小圈子以外 就是 不认识这个小圈子里头的 所有人的 是吧 那么这些人 希望小圈子能够治理的好 他们就要挑选 贤能 就得通过小共同体的选举 那么这种 挑选 是吧 上面如果派人来挑 那就是选 下面如果网上推荐 那就是举 而选和举都以小共同体为基础 这就叫相举离选 简称选举 先情点击中 虽然没有直接出现这 这个词 当然是不是没有 我们也不知道 因为我们看到的先情点击都是所谓的 情火之鱼 是吧 经过秦始皇焚出坑炉以后 在汉代产生的那些东西 都是所谓的极光片鱼 是吧 是靠一两个人传下来的 比如大代理 小代理 什么毛丝 什么等等 这些东西 真正的先情时代有没有这个词 我们是不知道的 但是先情文献中 现在并没有这个词 但是先情文献中 有很多这一类的 是吧 通过小共同体中的公共议论 推出 那个 一个大家都服的 一个人来进行相礼治理 是吧 笔记王子里头 那个所谓的相论秀士 生之师徒 约选士之说 周官大师徒里头有一句话 叫做以乡三物 得行义 交万民 而兵心其贤者能者 正选有一个诸 是吧 说心就是举 是吧 说那个 当时的农村里头啊 每到逢年过节 举行祭祀 举行仪式 就是我们讲的 秋神报晒 这个这个 每逢到某种仪式 那么 湘大夫就把老百姓招在一起 大家喝酒 这叫相饮 那么边喝酒边议论 就是我们这个村里头 有什么好人好事啦 什么什么等等 是吧 那么就 在这个过程就可以 举其贤者 能者 以饮酒之礼 奔宾客之 这就是所谓的 兵心其贤能者 这里讲的都是一种 基层推荐 道德模范 来 进行一种 出以公薪的 治理 这样的 一种安排 那么这种安排啊 这变成 法家 秦治兴起以后 基于皇权 对小圈子的忌讳 立即就开始 抨击这种 办法 但是这种抨击 你也可以从反面来 推断当时的相距离选 是怎么回事 是吧 比如大家可能都知道的 韩非骂孔子的那句话 是吧 韩非说 韩非提到 是吧 什么 鲁人从军战 三战三北 总迷问其故 对约 无有老父 生死 莫子养也 总迷以为孝 举而上之 这里头就有 举而上之 是吧 据说 鲁国人 有一个人 跟国军去打仗 连着三次都开小差 孔子问他为什么 他说 我父亲老迈 我死了 他没有人管 就活不成了 所以 孔子很赞赏 他的孝顺 就把他作为 孝连 举上去了 就是举而上之 就是举孝连 是吧 就把他作为孝子 举荐上去了 这当然是 韩非说的一个预言 不过这和古如 所谓的为父决军 不为军决父之说 是契合的 这个鲁人 应该是个独生子 而当时的鲁国 不是民主国家 也没有今天 所谓的社会保障 他如果战死 老父 莫子养 也就活不成了 他不忍 为军决父 不惜冒险 三次开小拆 是吧 大家知道 古今的军队 都不是自由出入的俱乐部 古代陈处 陈罚逃兵 也是有军阀的 三战三北 连续三次开小拆 你是要冒 军法从事的风险的 但是 孔子认为 这个风险是为了孝道 做说明 你是一个 为了孝敬父亲 不怕危险的人 而这个孔子 不是打电话 发微信 而是与他当面交谈 显然是有 直接的人际关系的 这显然就是一个乡里的人 而且 知道他讲的是实情 是吧 一个本乡本土 你是 造不了假的 乡亲们都为他的冒险 孝亲 而感动 当时这种小共同体 本位的伦理观 其实也并不奇怪 我曾经提到 公认的闲人 吴子旭 为父兄报仇 而攻打 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是吧 那么孔子 在这个 在这个预言中 就是乡老 是吧 孔子于是以乡老的身份 举荐了他 而这种 以德行口碑 为基础的 推荐 也就是所谓 相举离选 举孝联的 早期依据 可是这个说法 可是这个做法 恰恰是 韩非 非常仇恨的 是吧 韩非就 以此反如 他说 人人都去做孝子 谁为皇上 卖命啊 所以 父之孝子 君之 悖臣也 我们就应该反过来 提倡 爹亲 娘亲 不如领袖亲 专门提拔那些 为皇上 效力 不惜 坑亲 杀手的 狠人 而这样的狠人 怎么能够推过 推通过 相举离选 来找呢 是吧 相举离选 都是找那些 相里相亲 认为对自己 很好的人 当然不可能 推举出这些 坑亲 狠人 是吧 这种狠人 不可能通过 相举离选 来找 这样我们就可以理解 为什么商鞅要主张 以奸民 欲良民 是吧 专门要找狠人 来治理老百姓 而像刘邦 这样一个 德不高 望不重 连他爹都骂他 无赖 这是 司马迁记录的 是吧 司马迁 也的确了不起 他敢 他敢把这个东西 写下来 是吧 刘邦这个人 连他爹 都认为 他是一个无赖 但是这个人 在情志下 就能够被提拔 当了配上亭长 后来又靠 他的无赖 是吧 关于刘邦的无赖 我们知道的非常多了 是吧 比如他逃跑的时候 为了车能够 跑快一点 把老婆孩子 就推下了马车 是吧 他的对手 项羽 抓了他爹 他说 你把我爹 煮着吃了吧 是吧 你把我爹 煮着吃了 给我分一杯羹 是吧 这种无赖话 项羽 实在就拿他 没办法 他就是靠这种 无赖劲 夺到了天下 那么到了汉武帝 以后 开始儒表 法理了 一些不甘心 只做表的 那些 信以为真的儒 就不时以 理想化的周字 来敲打 法理 这个时候就出现了 相举离选 这个词 或者说 原来先秦 门县中 可能也有相举离选 这个词 但是这 但是这以后 这个 用相举离选 来骂科举的 这个现象 就开始多起来了 我后面还要讲 其实 在汉代的查举真批 魏晋时代的九品中正的时候 当时的儒者 也经常用相举离选 来抨击 我刚才讲的这两种制度 这也就是朱熹讲的 这两种制度 也不是完全的 走字 是吧 但是科举 更糟糕 那么也就是说 相举离选 从汉以后 就一直是 抨击 现存 这个提拔制度的一个 一根棍子 是吧 儒家经常这么讲 那么这里头啊 就有个很有趣的问题 自从清末 废科举新学校以来 关于科举制的 现代评价 可以说经历了很多反复 有一个规律 有一个规律就是 凡是骂科举的 从那个 五四时代 是吧 一直到最近 黄亚生先生写的 去年发表的那个 引起很多讨论的 关于科举的那本书 都是 他们批评科举 都是说 他 没守 恐梦之道 拒绝 实用科学 并且以西方 并且以西方的大学为对照 认为 科举作为一种教育制度 是不行的 是吧 不如西方的大学 因为西方的大学 是强调学术自由的 是学习科学的 不像科举那样 就是 莫守 儒家的 那些教条 是吧 那么凡是称赞科举的人呢 他们都称赞科举是 促进社会流动的 并且以 他们都是以西方的贵族制 和中国上古的 门法制 为对照 认为科举 胜过 这两种制度 是吧 胜过西方的贵族制 胜过中国上古的 门法制 那么过去 这种否定和肯定 有时候还可以结合在一起 是吧 比如说 有人就认为科举 胜于中古门法 但是不如 近代学校 科举制比贵族制强 但是不如近代的 那个民主制 然而进来又兴起一种更加文化自信的科举赞扬论 其不仅认为科举胜于西方过去的贵族制 而且胜于西方 而且胜于西方现在的民主制 因为一人一票选举出来的都是民粹 只有科举考试才能选出贤能 是吧 也就是说 评价科举制度 是因为它是 它有社会流动性 就值得肯定 那么还是因为它是儒家自部 它是儒家的一种 教条 而得到批评 这个事情呢 其实体现了一种 我以后要反复讲的一种现象 就是所谓的问题物质 我们说啊 西方观察东方往往是有误区的 这个误区 不在于所谓的价值观或者文化差异 而在于问题情境 也就是我讲经常讲的问题物质 比如说在观察古代的时候 由于西方长时期的世习贵族制 而现代社会之间 大家知道民主制 自由制 民主自由制度是有社会流动性的 而西方长时期的中世纪 乃至更早时代的世习贵族制 那的确是没有社会流动性的 是吧 自习的嘛 你底层的人永远是底层 上层的人永远是上层 这个社会流动性的差异 的确是非常凸显 那么于是西方人看中国古代 也非常注重所谓的社会流动性 大家知道马克思韦伯就讲 贵族政治是传统政治 而官僚政治 就是现代政治 那么在他看来 官僚政治 为什么是现代政治呢 就是有社会流动性 可是 中国古代 很早就有了不一倾向 那么中国不就是自古以来就现代化了吗 但是韦伯又是一个文化决定论者 他写的那本 《儒学与道教》那本书就讲 是吧 从中国的文化中是不可能 实现政治现代化的 是吧 所以他就发明了一种说法 他说中国虽然有官僚制 就是不是贵族的 是不一倾向 从底层上来的 但是 这些贵族的作用很有限 是吧 就是所谓的朝廷只管到县以上 县以下 好像都是靠那些什么宗族啊 什么这些东西来治理的 是吧 这个就是所谓有限管 那么他在讲贵族制缺点的时候 只能讲他的有限 但是其实在东方啊 我们知道 黄泉的爪牙 往往不是贵族 但是他们比他们 比贵族对下层更狠 而这一点西方人往往是无感的 大家知道伊斯兰世界有马木鲁克 就是那个奴隶军人 掌大权 甚至不但不仅能够当高官 甚至还有 还有夺取皇权的 是吧 奴隶可以当皇帝 中国自秦以来就有不一倾向 还有更极端的 世事卑贱的人 掌大权的 这就是宦官 这些来自底层的 这些来自底层的皇权爪牙 这一般的不一 往往比通常的贵族更凶 但是 这并不是西方观察者的问题背景 是吧 因为西方人 他没有经历过这些东西 是吧 他们没有一个皇权爪牙 起很大作用的时代 那么关于西方 一讲科举就要讲流动性 是吧 而且不管是否定科举 还是肯定科举 都要在流动性中做文章 其实啊 如果你要说流动性有局限 是吧 现在有些最新的一代 西方汉学界评价科举 又有一些否定的声音 这些否定的声音 一般都是讲 这个科举制的社会流动性 没那么大 什么赵维田舍郎 木登天子堂 那是极个别极个别的现象 可是当时我就讲了 我说 哪一种体制下的社会流动性 是无限的呢 你就算民主制度 理论上讲 每个人都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但是能够当总统的 不也就那么几个吗 理论上讲 我们都有机会 但是谁能够真正的可以当总统呢 是吧 就财富而言也是这样 市场经济的自由竞争 是吧 也是 耗成机会均等 但是就是美国 才能有几个 比尔盖茨呢 是吧 穷人中能够变 极少数吗 所以如果你说 社会流动性有局限 我认为等于是没说 是吧 你说科举 社会流动性 不够 那民主制度的社会流动性 难道是无限的吗 而民主制度与科举的区别 最根本的是什么呢 其实在我看来 并不是 科举制度 或者贵族制度 能不能使一些底层的人 掌握权力 而在于掌握权力的人 对一般的底层民众 到底是好 还是不好 是吧 如果你是一个底层的 比如一个宦官 比如赵高 魏忠贤之类 你是一个贫下中农 但是你作为皇权爪牙 你对一般的贫下中农 能比贵族更好吗 能比贵族对他的附庸更好吗 是吧 一般的部衣倾向 比贵族 对一般的部衣更好吗 而民主制度下 因为他们是要靠选票的 哪怕你出身 可能是 不是贫民 是吧 哪怕你出生是富豪 比如罗斯福 比如肯尼迪 是吧 他们都是 出身富豪家庭 当然也有些人 也有些总统 比如里根 比如克林顿 是属于出身于贫寒家庭 但是不管你出身贫寒也好 出身富豪也好 你的权利是靠平民的选票提供的 那么你就不能不代表平民 你就不能不为平民服务 不能不当平民的公普 是吧 也就是说 这个制度现代化的核心 并不是有多少社会流动性 而是 这个社会的上层能不能代表下层 是吧 能不能以下层的利益 为他们的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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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规则 是吧 就是根据民意 来执政 或者说 代表不一 不一倾向 不能代表不一 不一倾向是皇权的爪牙 这个问题是理解中国的 就是所谓的天高皇帝远 明扫相公多 这个问题是理解中国的一个关键 但是 不在西方的观察背景之中 而至于科举制度 是吧 是儒家的教条 这个说法 那么我刚才已经讲了 其实 是吧 包括朱熹在内 我后面 也下一讲 还要提到很多 是吧 他们对 科举的批评 就已经足以证明 他们自己并不认为科举是儒家的东西 那么这里就有个问题了 很多人都讲 靠道德推荐 而不是靠考试 那不也毛病很多吗 朱熹前面讲了 朱熹甚至说 九品中正制 也比科举好 这是不是过头了呢 不要讲九品中正造成的门阀之弊 就是我们这一代人 大家知道我们都是经历过文革时代 推荐上大学的 改革以后 我们改成考试 凭分数上大学 谁不知道 考试上大学 要比推荐上大学 更公平呢 是吧 至少是相对公平呢 那么 我刚才讲的那些人 包括朱熹 他们讲 相举离选 要比考试更公平 是吧 这种说法与我们的感觉 相比是不是矛盾呢 这个问题就涉及到 他们对相举离选 到底是治理什么 的很多讨论 这个讨论呢 我想我们在下一讲 会给大家解释 是吧 也就是说相举离选 和推荐上大学 有什么不同 是吧 相应而言就是 考试上大学 和考试当官 又有什么不同 我今天就讲到这里 是吧 讲的简单一点 就是 古汉语讲的选举 官方说 就是科举 可是民间的斯大夫 他们认为 科举恰恰不是选举 不是相举离选 而相举离选 恰恰和西方的 Election 很瑞士 是吧 所以他们对科举的反感 就导致了他们对 选举 就是Election 的推崇 就是所谓的工举 所谓的推举之法 给予天下为公 那么因此 如果我们要讲 民主有什么传统的话 这是非常容易论证的 当然了 这种论证 对于民主的实现 我们说 他的作用不能估计过高 因为价值观只是 应然 是吧 应然要变成实然 不管是在哪一个民族中 都是 都是一个艰巨的 任务 我就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 这里我要讲一下 就是我上次演讲以后 这个文字资料到处在传 我现在要求大家 就是这个文字资料 在经过我审核之前 不要到处乱传 因为有很多 我讲话的口语是有很多 经常会有口误的 是吧 而且 即使没有口误 把它整理成文字 也会发生一些错误 是吧 那么我不希望这些错误 被到处扩散 但是当然了 帮我整理文字 我都很感谢 是吧 整理的文字 最好直接发给我 或者说交给群主 由群主转给我 不要直接就拿去转发 那么我会经过审核以后 是吧 就是我会经过审核以后 让朋友拿去 去